认为是,就是那些所谓的,我认为是错在错的那些抗议人士啊,那你去金华酒店,你要抗议可以啊,那你把人家出路头挡住,你要把那个贵宾要进出,其他人员要进出,整栋大楼不是只有他们的,要影响多少人。 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抗议的这个部分,这个真的是,这个觉得是台湾这样算是一个民主社会吗? 好的,谢谢台中的黄先生,您的意见稍后我一请来并答复,继续我想请江西的李先生发表您的看法,李先生请简单发言,你好。 李先生,谢谢您,不好意思打断您,我们今天线上的听众观众很多,希望大家尽量的简短发言,把机会留给下面的听众。 台北的陈先生,你好,请简短发言,陈先生。 大家好,首先恭喜欧巴马顺利当选美国总统,希望将来欧巴马新政府基于美台关系多年来良好基础,而且在台湾关系法的原则下来祝福美台关系有更好的提升。 相信他当时面与几大问题,伊拉克、阿富汗还有国内内政经济方面都会有好的措施,尤其是全民健保方面,台湾在全世界是非常有名的,相信这也是美国的很好参考的指标。 还有就是有关于这个国内台湾抗争事件,我觉得马英九总统他一下也是说什么,国内的执政两个在业党的距离再怎么样也不会比国共两党要来的远是绝对不会。 对,可是他实际上的做法嘛,对大陆可以说是掏心掏肺,可是实际上他对国内在业党的沟通方面的确很不够,而且他的那个违案措施也的确有不少,违反那个个人自由,甚至自己的增加财产,那个唱片行被侵入的一些违反个人自由的一些违反人权的措施。 谢谢台北的陈先生,那么回到华盛顿现场,我想先请孙远昭博士简单的综合欢迎一下刚才几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意见好吗? 我想这里面有很多,大家刚才是提到在这次台湾所发生的这些这个示威的事件等等,我就拿美国这边的这个执法的情况,也许做一个对比,也许做一个反差。 这个归根,因为之前还有大学生还在抗议中,认为说没有人权了等等,在美国的话,这个其实处理上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则,就是画一条线。 因为这条线的一边是你的,是这个想要示威者的言论自由权,那是宪法要保障的权利。 可是在线的另外一边,是其他人的财产权,生命权,自由行动权,那些也都是宪法上要保障的权利。 所以没有人,我的言论自由权不会比你的财产权更大,反之亦然,所以这条线是画得很明确。 所以台湾其实要严格说起来,要比美国更民主,在这些,为什么他要举警告牌? 美国不是,他给你画一条线,因为所谓的言论自由权,说穿了,归根结底就是出风头的权利。 希望能够上镜头,把你的意见传达出来,希望能够争取支持者。 所以如果今天你在你的事先画好的那个线的后面,表达你的言论自由,那是你绝对的宪法的权利。 但你只要一跨过了这条线,在美国,警察不分青红罩,上去就会把你立刻逮捕,不会给你再多讲一句话。 你如果要抗议,你要抗拒的话呢,你可能警察就会掏出警棍,就往你的身上打。 而且这个事后你要是告,是告不赢的。 所以这里面是分得清清楚楚,所以在台湾可能还有一些路要走,但是这是当然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做法。 台湾也许可以参考一些美国的做法,我们不主张任何的暴力,但是呢,这条线要分得非常的清楚,这是有奋计的。 好的,谢谢孙选招博士。 另外请教台北的严所长,刚才听众观众,除了问了很多有关于陈云林访台这个暴力示威事件之外呢,也提到了一些奥巴马和未来的一些美中台的政策。 请您简单的综合回应一下刚才几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意见,好吗? 严所长。 好,我想就是很多人会认为说奥巴马在当选之后,因为假如我们比较奥巴马跟这个麦坎, 他们在他们的网站上面的那个外交政策也好,或者共和党跟民主党的所谓的党纲, 今年在这个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甚至他们在两位在美国外交事务这样的一本很棒的一本期刊上面所发表的对美国外交事务的看法里头, 如果我们做一个综合的比较,看起来好像麦坎会对台湾比较支持, 特别是他有对肯定台湾的民主,肯定台湾跟美国长期的一个邦誼, 那对中国大陆比较批判的多一些,但是基本上他们,刚刚孙博士也提到, 就是从1972年这个上海公报之后,其实这个架构大概不至于太大的变化, 那我们看到奥巴马也提到说美国跟这个两岸的关系就是在一个中国三个公报跟台湾关系法的基础之下, 那当然他们也提到,奥巴马也提到就是说台湾任何, 鼓励台湾跟大陆对话,协议,谈判,那假如说任何的决定应该还是能够获得台湾多数人民的支持, 那这些我想都是一些既定的一些看法立场不会有太多的改变, 但是我个人认为奥巴马当选其实对中国大陆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因为它在经济政策方面,它是对美国目前跟韩国跟哥伦比亚, 还有跟就是说签署的这些自由贸易协定它是反对的, 它甚至对北美自由贸易区它都有一些保留, 那所以相对而言它所强调的是不是一个自由贸易, 而是说一个公平贸易,是一个安全的, 那特别这个安全贸易我想是针对中国大陆在产品的安全性方面有一些问题, 那所以他提出这个,然后特别还提到一个是要一个平衡的贸易, 那也当然不希望美国仅仅只是中国大陆的一个出口的市场, 他也希望美国的产品能够销往中国大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假如奥巴马他要兑现他在竞选当中的承诺的话, 特别在贸易这一方面,自由贸易这方面, 我觉得会对大陆的出口贸易出口到美国市场会有一些冲击, 那他可能也会抢要求中国大陆要在人民币上面要升值, 来充分反映应该有的一个币值, 那当然当人民币这个币值提高之后也会对中国的出口贸易有些影响, 那对中国出口贸易有影响, 其实对台商在中国的投资也会有影响, 那同样对台湾直接消防美国也是受到一些冲击, 更重要的是台湾过去这么多年来一直希望能够跟美国达成一个自由贸易协定, 那我想今天欧巴马上台之后大概短期之内这样的一个想法可能没办法兑现, 所以欧巴马在实质上其实对中国大陆对台湾都并不见得是最理想的, 但是对台湾来讲, 那当然刚才我提到说麦坎可能是在这个肯定台湾的民主, 肯定台湾的这个跟美国长期的邦誉, 这些会有帮助, 可是假如共和党上台没有办法让美国的国力复兴, 没有办法让美国在盟邦当中有更多受到的尊敬的话, 那我认为其实对台湾并不见得一定有利, 特别是我们看到假如欧巴马上台能够让美国走向一个就是从衰退之中恢复他过去的一些在全球的影响力, 那假使两岸之间真的有一些紧张关系或冲突的时候, 我宁可希望支持我们的美国是一个比较强大的, 而不是会对中国没有办法有很多的这个谈判的筹码, 在处处在这个金融危机上面, 在全球返口上面或者在其他方面因为自己的国力衰退而必须要迁就中国, 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欧巴马事实上对台湾还可能有利。 严所长, 这边也稍微补充一下, 根据新华社今天凌晨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8号晚间已经打电话 跟美国的当选总统奥巴马来通电话了, 那除了祝贺奥巴马当选之外呢, 胡锦涛也表示中国和美国应该妥善处理两岸。